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欢迎大家在今天来到这个会场 共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我本人是前任的 政学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 刚好拍摄这七集 《玄奘文化千年录》的时候 我当时刚好就是担任董事长的时间 所以首先就针对我们七集的缘起 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说明 玄奘大师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他是一位伟大的佛法的大师 那么玄奘的伟大 到底是伟大在什么地方 在联合国的世界文化名人录里面 其中中国人只有两位 一位就是孔子 另外一位呢 就是玄奘 那在明朝末年 民国初年 有一位 我想在座大家都 都蛮清楚的 一位文人 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呢 他后来在南开大学 在清华大学呢 有担任中国史学研究法的这样一门课程 后来他在课堂上讲的资料呢 有出书 他里面这么讲 因为他讲的是这个历史的研究方法 其中就讲到说 应该怎么样帮中国古时候这些的名人 来做他们的传记呢 里面他就提到两个人 一个还是孔子 那另外一位呢 还是玄奘 那这个 梁启超他怎么讲呢 他针对就是 基督玄奘一生的大堂 大慈恩寺 三藏法师传 梁启超 然后 评论这部传记呢 他说 千古的名人 这个是价值第一的 一个传记 那当然 那当然以他的这个 这个学者的立场呢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是说他认为说 这个传记如果 应该怎么写 怎么改 可能会更合乎 这个现代传记 这个现代传记的这个 形式跟要求 不过他说 他说 玄奘的这个 高度跟内涵 因此 鲁迅 评认玄奘 说 玄奘是 中国 中华民主的 脊梁 脊梁就是 就是等于是 这个 我们说房子的栋梁 栋梁 是很重要的 可是 当时呢 我们在 正觉教育基金会呢 看到这些 去莫名出的这些文人 这么样 对于这个玄奘 有这么高的评价 那到底 玄奘 他的伟大在什么地方 这是当时让我们 深深的 引起我们兴趣的地方 因为我们从 市面上能看到的 就是一般 这个 媒体上面能够看到的 介绍玄奘的 这些的影片 影集啊 像大家最熟悉的 西游记 从西游记里面看得出来 玄奘 里面的这个 山藏大师呢 是很文弱的一位 对不对 我想大家的 这个感受 跟我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从那里面呢 看不出来 不管是说是梁启超也好 或者是说 鲁迅也好 对玄奘的评价呢 其实从那些影片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当时就触发我们 希望针对玄奘 能够有更深入的了解 或者是说 能够有更正确的了解 这也是说到说 因为既然 《慈人传》呢 本身 它的东西就已经是非常丰富了 已经非常有价值了 但是被解读出来的没有 那就看得出来好像没有 那因为 对一般的民众的传播 当然是以影片的方式 影集的方式 最能够普及 所以我们就思考到说 怎么样子针对《慈人传》呢 去做更深入的 去透视它 去做解析 所以在这七集影片里面 就变成是说 我们用了跟以往 各种影片影集都不一样的角度 来介绍玄奘 让大家认识玄奘 那另外呢 在这边 也要提到的呢 就是说 梁启超呢 他在评价玄奘的时候呢 他特别提到一点 他说 玄奘的伟大呢 其实是他人生最后的二十年 那人生 玄奘当时的最后二十年呢 其实就是已经从印度回来 取经回来 在 就是中国 就是当时是大唐 翻译经典的这个二十年 梁启超说 玄奘呢 回来 因为当时 唐太宗呢 是在洛阳 所以他就到洛阳去见了唐太宗 那然后 从洛阳回到长安之后呢 他从第二十七天开始就着手翻译经典 那么一生呢 一直一直持续不断的这样子翻译 他所带回来的这些经典 一直到他辞世的最后二十七天 都是在做翻译经典的工作 那玄奘对于这个翻译经典 对这些经典其实是非常重视的 非常重视 虽然说他带回来六百多部 六百五十七部的 这些当时的经论 那只有翻译出七十五部来 可是实际上 玄奘看待这 带回来的这六百多部的这些经论 玄奘没有一部是认为不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根据池温传本身的记载呢 玄奘从这个天主要回到大唐 经过西域 经过就是现在的余田 那个地方呢 要渡河 那么当时就有一些的 经论呢 就 掉到河里 那因为 有一部分的经论掉到河里呢 所以玄奘为了这样 在余田 要去搜 就是要到各地再去看看 有没有掉到河里这些经论 然后在余田呢 要花了八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经论呢 再补回来 补回来之后呢 那 才回到 长安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玄奘其实他对他的 就如同梁启超所讲的 他的伟大其实是最后的那个 二十年 翻译经论 那他没有翻 他没有翻译出来的经论呢 他带回来的经论 他都认为是非常重要 从什么角度来说是非常重要 就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他没有翻译出来的经论呢 我们看到 其实后来到了宋朝 都还有在翻 还有在翻译 就是也是玄奘带回来的 像大宝基金之类的 所以我们在影片里面呢 既然经论本身 对玄奘来讲 是那么重要 那么我们来解读玄奘 就不得不对于玄奘 所翻译经论里面的精神 也就是说玄奘希望透过这些 经论来表达什么 他花了二十年时间 等于是说一生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呢 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加以去了解 那包括我们等一下跟郭老师的讨论当中呢 就会稍微去提到这个 但是毕竟我们是希望透过文献的解读 来把玄奘 我们所认知玄奘呢 做一个呈现 那再讲回来就是说 所以这七集影片呢 跟我们以往所看到的影片 介绍玄奘的影片都不一样 比如说西游记 大家很清楚 他看起来就是像一个神话的故事 那曾经有学者呢 去剖析西游记的内容 因为西游记是明朝吴承恩 应该说是他最后把它总结 总结起来的 那有人去剖析这个西游记呢 认为说其实是吴承恩借由西游记 来讽刺当时明朝的政治局势 那这个是题外话 那所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有这样的方式来借用 玄奘西行曲经的一个历史的事实呢 来阐述他 那这个很显然 他就不可能把真正的玄奘 他的伟大表现出来嘛 就像刚刚讲的 大家从西游记里面看到 玄奘是很懦弱的 那另外当然就是有讲故事的方式啊 就是说玄奘他这个西行 那经过哪些的地方 那碰到什么事情 就单纯的讲故事 可是这些大部分都是着重在西行曲经这一段而已 那就没办法像梁喜超这样的 让我们感觉到说 为什么说那个伟大是后面的二十年 那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什么 更多的就是说 重走玄奘之路 我们看到大陆很多的节目呢 或者是说很多的人 甚至是私下啊 就是找了朋友呢 要去重走玄奘之路 从这个甘肃啊到西域啊 这样去转这样子 那也是有很多这种的 那这个七集影片呢 他就跟以往或者说现在 我们在包括网路上所看到的这些介绍 这个玄奘的这些的影片呢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如果您想要对玄奘有更深入的了解 为什么他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一个法师 为什么他会被称为民主的脊梁 那这七集影片呢 就很值得大家去看他 这个也是我们制作 就是我们这几场这个论坛的主要的目的 就跟介绍到这边 不晓得郭老师有没有要补充 那这里补充一下 那个玄奘主要的遗失那个 经论是在过渡信渡河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呢有个传说啊 就是不管是种子啊 或是一些果实啊 不能够让它呢移出去印度之外 当然那时候的北印度实际上是比目前的大 不过呢信渡河它本身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传说 因为有船会翻腐 那有可能有的载了一些种子 也包含这些经论 所以呢船就在那里翻腐 这就导致于后来会天呢 来信的时候呢 大师希望呢他能够帮忙 再寻找一些论 他来做这步骤 啊